昂平棧道一条高建在山上很特别的木桥 建于昂平360纜车之下 由东涌可以通去昂平市集 这条昂平棧道也是假日热门的交游路线之一 上到棧道木桥之上 我们就可以俯瞰 整片东涌新市镇的面貌 东涌河一带的生态美景 还有机场跑道 以及港珠澳大桥等等的重大基础设施 都能够令大家大开眼界 上到棧道上面 也有很多处值得打卡的景点 当然不少就是这条昂平棧道的木桥 大有古典朴素的木桥 抬头屏幕就是这麽近那么远的昂平360纜车 充满着游乐场童真的感觉 还有纜车塔和周边的风景都是非常美丽 昂平棧道都是我挺推荐大家周末的时候 过来交游的地方 现在就等我们先祷为快走一次 请大家订阅David大卫的频道 你的支持就是我的拍片动力 大家好我是David 今天前往昂平棧道 我就会在东中站的B出口 走前几步在东汇城的下面 巴士总站里面找回38号鱼巴 坐到去总站日冬村下车 下车之后还要走一段路 才可以去到东奥古道 我们穿过日冬村 这里也有很多的食屎补给 就可以买定多些的食水补给 穿过街市和食屎 来到日冬村这个公园上面 继续直行穿过这个公园 因为待会上山那条路路途都挺遥远 所以要有充足的准备 走到公园的尽头 这里就可以望到一条天桥 我们就向着天桥的方向转右走 但是不要上天桥 在天桥下面就会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岸边 这里就是通往东奥古道的入口 下到下面就可以面向大海和河流 继续走下去 这条路真是很有晨光的气息 这里也有很多人在这里神运 让我们走到岸边感受一下晨光的朝气 从这里已经可以望到高山上面 我们今天要走的昂平盏道 虽然有点高 不过在高山上面望下来的风景 一定会非常漂亮 这里已经可以望到 整条的昂平360纜车电纜的轨道 继续沿着岸边 向着昂平360纜车的方向走过去 在分岔路口这里指着后皇宫的方向走过去 这里就会有个公园和射手间 可以让我们出发之前整顿一下 前面就会有球场和草坪 这里就是后皇宫了 难得来到也可以进去参观一下 这一座的后皇宫就是建于清朝乾隆30年 1765年 供奉南宋名臣阳亮智 这个后皇宫也是一个二级的历史建筑 出去草坪外面我已经被这个大海吸引着 马上走下去看一看 哇一片空旷的视野 我们走到岸边这个位置可以看到这些 即干了的一些青苔 很有趣 前面这里就是东涌河 一条很原始的河流 其实这里都已经看到那条 昂平360纜车一路上山了 我们稍后就会去这条纜车的下面 那条救援境那里 一路沿着这条纜车径 一路走到昂平那里 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了 我们回到东奥古道 继续朝着纜车的方向走过去 走到后皇桥那里 这里有一条非常之特别的河流 这条的东涌河 就是来自凤凰山东不禄 和尼辣山东禄 两条的河流流经4公里之后 就在牛咬回集 这条的河流流域灌溉了过8公顷的农地 掌握了几千年来这里的农民 这么原始的河流 这里也有很深重的保育价值在这里 但是有很多珍贵的物种在这里棲息 大家一看就好了 就不要下去玩了 这条后皇桥的下底就是东冲河 东冲河是一条很远近的河流 离开后皇桥东冲河 我们继续朝着山上面的方向走过去 这条岸平360救援环境来我们越来越近了 也都意味着最辛苦的时刻即将要来临了 我们要准备不断上山了 这条岸平360救援环境长达5.7公里 水时4个小时左右 看到这个分岔口 这条路就是去360救援环境了 我们现在就上去了 我们即将要挑战的是无尽的楼梯级 不断上山 这就是山上面望到下面刚才的光景 每上一段的高度 我们又回望到下面的风景 风景就会越来越漂亮 这里的海拔大概就有300-400米左右高 所以都需要一定的体力 看到顶了 上面就是纳车顶了 上到这个高位 看下去下面的风景就是整片的东涌风景 一览无遗 这里已经可以看完整个东涌市镇的面貌 在这个高位上面可以看到很多风景 包括有机场 东涌河 还有这个位置都可以看到纳车 我们就快接近那个纳车顶了 不过上山的路实在是太长了 所以一找到有遮阴位 都要争取时间在这里休息 很累啊 条路很长 上去也上不到山顶 上到山顶 在纳车底的路走过去就很轻松了 而且风景也很漂亮 这里竟然有个冷河 这些冷河整理就是被人杠杆用的 好漂亮 冷河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打卡点来的 你看这里的风景超级美 这里就可以看到机场这些很漂亮的风景 下面超蓝的一个海 打卡我们就可以坐着这里 扑着这里 小心点 但是这里也很脆弱啊 摇一下摇一下 轻轻地坐着这里拍也很漂亮的 这里拍照虽然漂亮 不过始终也有一些杂草遮挡着风景 其实我们已经差不多上到去 纳车的位置了 你看纳车就在这里了 纳车顶就在这里了 很快上去 走上去岩石那里看看 这里有照片 岩石这个位置拍照更漂亮 你看岩石这个位置打卡更漂亮 看下面一个很漂亮的生态 这里看风景比下面的蓝河更漂亮 更加少遮挡 不过就危险一点 还是想回去安全一点的楼梯级路上走 我们已经非常接近纳车了 终于看到了 整条通去大佛的纳车就在眼前 今天天气也算是阳光充沛和炎热 这里又尤其是遮阴位 大家就要慎防中暑 这里已经躲在斗人在这里避暑 好不容易才上到这个 昂平360的纳车底下 这个高山位 上到高山真是相当兴奋 可以近距离接触纳车 这里就是第一段的斩道 这里 我的头顶 很多纳车就会通去昂平 看着这些烘热的声音 和上面的纳车 感觉都挺震撼 你看那些纳车 一枝棍吊着一个纳车 好像想快掉下来 稍后我们沿着这条 360的电车轨的坛 下面一路走上山 所以一路抬头看 都可以看到纳车 好像就是跌下来 好紧张 其实在木桥的这条路上去 还有一个更加接近纳车的位置 我们现在就上去看一看 哇,这里很震撼 站在这个位置 应该就是最接近纳车的位置 上面还有纳车经过 水晶纳车虽然美 可以看到底下这么美的风光 穿着裙的女孩子们 就不要坐这些水晶纳车 这条山径其实一路都会在山顶上走 所以一路都会曝光 我们尽量一见到一些遮阴位 尽量争取时间去休息 在这些遮阴的位置 不去休息的话 就会走得很辛苦 好了,在这里打完卡 我们就要开始赶路了 继续沿着这条山径 一路走上山 为了不想曝光 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走着的这条木桥 其实也是一个打卡位 在高山上面的一条 盏道 其实看下去的风景 拍出来也很漂亮 这里就要就角度 又要拍到纳车 又要拍到木桥 又要拍到下面的山景 其实也有一些难度 这样下面拍上去 就可以拍到一些木桥 又可以拍到下面的美景 超长的木桥盏道 这里走就轻松得多了 在山顶上面 一条山径上面 有一条这样的木桥盏道 感觉上真的很特别 不过这条木桥 听说下雨的时候 大家就不要下来了 因为木河湿了水 就会非常滑 所以大家下雨的时候 就不要过来了 这些木桥 也可能要经常保养 因为它也挺脆弱的 很多人都会坐在木桥上面休息 其实也挺舒服的 因为路途遥远 其实也不是这么趕急 大家走的时候 就可以多些休息 我们过了第一条盏道 之后那条路就轻松很多 还有这里也有很多遮阴的位置 要走多深就走 天黑 我们上到高山的这个位置 整个跑道都看得到 好漂亮 那些飞机都停了 沿路都可以遇见很多交游人士 这一条都是挺热门的交游路线 这一条就是第二条的棧道 下山总是轻松 不过又要上山去第二段的棧道 整个机场都看到 疫情关系 很多的飞机都停泊在这里 刚才我们就在上面那个山头 走到过来的这个山头 也都是沿着这条轨道走 这里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整个机场 跑道 虽然辛苦 但是沿路的景色都很漂亮 现在我们走的这条就是第二条的棧道 这里真的是最佳休息点 这个树荫呢 真是一个最佳的休息点 在这里大休息一会 我们在这个高山上面都可以收到5G 其实随着现在的5G手机越来越普及 我们上到高山都一样可以收到5G的讯号 因为Smarttone已经在60个交游径上 已经铺持了5G的讯号站 所以就算上到这里我们都可以收到一个很稳定的5G 一个稳定的5G讯号的重要性 就是万一遇到一些紧急的事的时候 用5G讯号来求救 有时去到一些分岔口的位置 我们不熟路 都是需要5G去帮我们查找一些路线 大家都知道5G的讯号也是很快的 所以大家遇到一些不懂得走的路 都可以上去低迷大卫的YouTube频道 看到条路线是怎样走的 还有我们在休息的位置 没东西做的时候就可以 用5G上网看一下YouTube 看一下Netflix 都是很上速很快可以收到讯号 一个5G的网速 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 看到高清的YouTube 也可以看到Netflix 休息了一会我们又要准备出发 休息了太久又会天黑的了 条路比较炸 有时都会有些相反方向的郊游人士过来 第二条的棧道主要就是看这个 机场跑道的风景 第二座塔的打卡美景就是这里 这个机场的跑道一览无畏 超级漂亮 我先打卡 拍照最神的境界就是拍到一条桥 拍到下面的机场 还有还有纜车 对了对了对了 虽然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难理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机场的风景都挺特别 只有走这条桨岛 我们才可以清晰看到整个机场跑道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挺值得一理的 这个叫做什么 360电车塔 刚刚有点降落 有飞机飞呀 先拍一下飞机 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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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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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座的电纜车的塔 整座东京铁塔 抬头一望 在这个纜车电塔底下行走也挺特别 拍照的话就要低炒了 但是它又不能够挡 这个是纜车系统范围 保守权人士就不可以进入 就会被检控的 就是这条路上去的 这里总是会上山下山几次的 走了这么久 终于越过了两座塔 前面这个 就是第三座的塔 现在就准备走过去 这里更加有feel 对呀这里够阴心 在森林里面有一座这样的桥 这里拍照更加有感觉 森林与木桥 让我也在这里拍一张照 游七味光 它有一半的 有一半纳青 它有等它干了才能游到那边 对对对 防扇 它就是怕它扇低 常常都可能有些人扇低 但是它又不能封 它封一半被人走了 然后再游到另一半 那些应该是防滑钢沙 注意前面的路纳潮 对呀对呀 哇 真是很纳潮 原来这里才是重点 我先放个姿势 这里很纳潮 我们经过了这个牌 会写着前面的路非常纳潮 但是这个位置 拍出来的风景是很漂亮的 这个棧道 你看多深啊 来了来了 逐个打卡 逐个打卡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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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感 很有高度的感觉 你挨住 对对对 差不多了 我看看能不能拍到那条桥的空间感 好帅啊 3 2 1 这条路比后转 拍完快点被人走了 后面有人了 哇 这里真的好斜 这个位置是整个棧道的精髓 这条陡峭的 昂平棧道 这个位置才是重点的打卡位 有吊钟啊 不过这里打卡一定要快 因为你在这里拍照 就会阻止后面的人 咦 我们发现了一棵吊钟花位 什么一棵而已 这里有很多棵 对呀 在这条斜了下去的木桥上面拍照 好有一种斜了下去的空间感 虽然这里都有吊钟花 不过 没得走近去拍照 就会有一些失色 继续上这条棧道 这里才是打卡的精髓 哇 这条很长啊 你这么震撼 好 过完这个位置 最斗潮的位置就已经经过了 这段好阴好舒服 下车啦 下车啦 这个就是 6号塔 是不是最后一个的了这个 还有7号 哇 哎呦 死了 这个是最高的 我觉得实践也是大卫最开心的 其实在那些桥上面休息也挺捨异的 但是这里也很棒 这里就是第6座的蓝车塔 那我上到这里就会在这里放航拍机 这里就是整段路最高的位了 大概有400多米 这个第6座的灯塔 就是最高的灯塔 上去就会轻松的 好了 捱完它 哎呦 终点了 终点了 最高的位置 好舒服啊 这个位置 终于可以休息了 这里有得遮阴的地方 就是最佳的休息站 哎呦 好累啊 终于上到这里 今天这条昂平棧道最高的一个位 第6个蓝车塔 这里可以很近距离 看到那些蓝车的经过 还有这个位置很适合遮阴 大休啊 这个位置 多少人在这里休息啊 我们不经不觉已经登到上来顶部 等我们一起放航拍机 回顾刚才走过来的路 这条昂平棧道真是多值得一来 可以飽覽整个东充申市镇的面貌 还有这里可以看到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 一条港珠澳大桥 还有面积巨大的机场跑道 香港机场 也是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一块贵宝 航运交通重要的书楼 就只有来到昂平棧道 昂平360旧环境这里 才可以最清晰看到整片的机场跑道 在这条旧环境上面 蓝车和蓝车塔都是一个重点 看着一盏盏好像小灯笼一样 输送过去的纳车 总是会勾起我一些童年回忆 一些在海洋公园坐纳车的经验 好了过了这个山头的最高点 之后的路就相当轻松 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昂平市集 原来这里是第五座的纳车塔 前面才是第六座的纳车塔 过了这个休息站之后的路就轻松很多了 是一条平路和下山的路 我想每个人看到这些纳车 都会勾起童年游乐场游换的一些回忆 我也有十几年没坐过纳车 在这里打卡 纳车在我们头顶里经过 很特别 看着 哇 在头顶里经过 哇很特别 看啊 好 好了等我们完成了最后的路途先 轻松路途 这个才是第六座的纳车塔 这个位置拍下去漂亮啊 这个位置在塔底拍到两条电纜延伸下去 就很漂亮了 我们过了第六座的纳车塔 我们就终点在望 昂平市集就在前面 这里也看到天壇大佛 不过它现在在维修着 所以就包住了一块 最后一段的梨立山郊游境 好开心啊 我们之后的路段呢 就是不断下山 应该轻松很多了 我们就是十点出发 走到这里两点 即是走了四个小时 就过了这个六号的电塔 现在走到最后一个电塔就离开这里了 哇 吊钟花啊 对啊 拜拜 咦 原来这条窄都很多吊钟花啊 这里又有一棵 都不用去大枕盖 其实随处都可以找到这些吊钟花 都不一定要去大枕盖的 这里前面呢 就是港珠澳大桥了 好 继续沿着这条凤凰径走下去 就到的了 我们差不多到昂平市集了 这个大佛现在还在维修着 那我就看不到的了 今天呢 总算完成了这个昂平盏道 一共是用了大约四个半钟 开头那段路是辛苦一点的 之后那段路其实也有很多的美景看 那下山那段路也挺舒服的 今天这条片就到这里了 拜拜 请大家订阅David大卫的频道 你的支持就是我的拍片动力 哇 蓝车又上回去蓝车轨 好 终于走完这条劲 那这里就是昂平市集 天壇大佛保莲志 那我们就在这里搭车走了 疫情之下呢 想不到昂平市集呢 这里一样是人头涌涌 非常之虚险 落到山这里呢 就有很多的食店 和饮品可以买得到了 搭23号旅游巴呢 就可以去回东聪地铁站了 你是不是 我好 可以